美国海军科幻战舰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 自2016年服役以来 至今没有任何战机 却又要再次进场升级 据中时新闻网报道 美国国防部已经与亨廷顿英格斯集团 签订总价值7070万美元的升级合约 据Hella表示 其中95%的升级工作 将在密西西比州的一家造船厂进行 此次升级工作和拆装AGS先进舰炮系统 换装高超音速导弹的垂直发射装置有关 会在2025年9月前完成 并于12月份进行试射 那升级后的朱姆沃尔特 会摆脱如今的尴尬处境 成为名副其实的武库舰吗 朱姆沃尔特级 作为美国海军新一代水面作战舰艇 是相当舍得下雪板 在设计中采用了大量先进技术 向为追求极致隐身能力采用穿浪隐身设计 其雷达反射面积仅相当于百吨的小渔船 又或是采用整合式电力推进系统 速度可以达到30节 以及采用高度自动化操作模式 每艘舰艇仅有不到400人等等 原本凭借先进技术 以及比阿利伯克级更大的武器携载量 能执行各种水面水下与防空任务 是接替阿利伯克级的下一代多任务驱逐舰 但如今却快要沦为机类装备了 之所以会如此 一是因为该舰用的技术太先进了 十多项先进关键技术 美军完全成熟的技术只有两三样 其他项技术都需要带装舰后不断验证 这导致原定的工程工期不断延迟 直到现在 铸姆沃尔特级都难以完成作战部署 二是因为该舰太贵了 从最初预计的44亿美元 逐步增加到现在单舰近80亿美元 要知道英国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的造价 才35到40亿美元左右 它比航母还贵 这谁用得起 当然 朱姆沃尔特轮位积累 也和美国海军作战概念的再次转变有关 冷战结束后 美国海军作为海上第一强者 在没有对手的情况下 提出了游海向陆战略 即由大洋海战转为对陆的武力投送 在这一战略转型背景下 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应运而生 其是专为执行滨海作战和对陆打击任务 而设计的多用途驱逐舰 非常注重隐蔽突防 实施对岸攻击 但如今 随着多国海军的强势崛起 美国海军的战略重心再次发生变化 重新步入制海战略 打造争夺制海权的传统海上力量 所以 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 最终由最初的32艘 砍得只剩3艘 处于两艘服役 一艘下水的尴尬处境 但美军也并没有完全放弃它 毕竟是美国海军最科幻的战舰 就此退场属实可惜 所以近年来 美国海军不断为该舰寻找再就业机会 起初在2018年3月 美国战略司令部司令约翰海滕 曾想着给朱姆沃尔特配装新型核巡航导弹 但最终被拜登否决 之后在2021年 美国海军提出了为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 安装高超音速导弹的想法 之后经过种种推演设计 直到2023年8月19日 综合星条旗报 卫星通讯社等多家媒体报道 朱姆沃尔特号 已抵达位于密西西比州 帕斯卡古拉的英格尔斯造船厂 进行升级改造 升级内容便是拆除舰上 原有的155毫米AGS舰炮 改为4具可发射高超音速导弹的垂直发射装置 且每个垂发装置可容纳三枚中程常规快速打击武器系统 所包含的CHGB高超音速导弹 也就是一共可搭载12枚高超音速导弹 出订的首次试射时间为2025年12月 AGS先进舰炮系统 作为朱姆沃尔特建造的理由之一 是一款155毫米火炮 在舰上配有两门 呈前后位置排列于千甲板 弹药名为Larry Lab远程对陆攻击炮弹 但实际上是一种由先进火炮发射的火箭 它由助推火箭和弹头构成 携带11公斤的高爆战斗部 打击距离设计为185公里 但目前只达到109公里 原概率误差在50米内 舰炮炮管采用水冷方式散热 加上自动填弹 每座弹舱内可搭载750发炮弹 可保证AGS每分钟至少失发的射速 其两门舰炮的投射火力 相当于18门同口径的M198榴弹炮 可以有效打击各种目标 并在登陆作战中支援海军陆战队 但是在大幅削减 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的生产数量 以及Larry Lab弹药过于昂贵 其单价已经飙升至 每枚约80到100万美金 几乎与战斧巡航导弹相同 考虑到性价比 美国海军最终于2016年11月 终止了Larry Lab的研发和采购计划 所以目前三艘DDG-1000 只有先前用于测试而购买的90发炮弹 处于无炮弹可用的窘境 反之亦然 由于量身定制弹药的断供 155毫米的特殊口径 又无法发射其他海军炮弹 也导致这些火炮变成了累赘 所以才有了后续的拆舰炮的决定 而此次换装的垂发装置 发射的是CHGB高超音速导弹 该导弹属于美国海军常规快速打击项目 在本世纪之初 美国国防部推出了常规快速全球打击项目 目标是研究出 从美国本土发射能在一小时内攻击到全球任何目标的常规战略武器 2014年 美国国防部正式将CPGS主导权交给美国海军 不久改名为常规快速打击项目 并开始实用化武器设计 其与美国陆军的远程高超音速武器 师出同门 使用的都是通用主推滑翔导弹 2020年3月 美国陆军和海军使用北极星3A火箭 发射了CHGB概念验证弹洛克一号 以5倍音速以上的速度成功击中了3200公里外的预定目标 CHGB是一种由航空金属和复合材料构成的 圆锥形高超音速飞行器 并且带有可以提供末端机动性的小翼 在作战中 CHGB由助推火箭发射到高空 然后以很快的速度滑翔下来攻击目标 其中绰号为暗影的美国陆军LRHW导弹 速度能达到17马赫 射程超过2775公里 且已于2023年交付美国陆军使用 而美国海军的CPS系统 使用的是该导弹的舰载和潜射版本 美国国防部称 该导弹的打击精度可能达到分米级 并有能力攻击机动中的舰船 除朱姆·沃尔特号之外 今后同行舰迈克尔·蒙索尔号 和林登·约翰讯号驱逐舰 也将安装高超音速武器 不过最早进行此类舰载部署的 是弗吉尼亚级核潜艇 为此美军还专门研发了一款 21.3米长的弗吉尼亚有效载荷模块 以添加到弗吉尼亚级巴尔克五行 及其后续型号的船体中 该模块包含4具直径为2.2米的垂直发射管 类似俄亥俄级弹道导弹潜艇 用来发射三叉级导弹的发射管 其可容纳3枚直径为0.87米的高超音速导弹 这样每艘弗吉尼亚级 就可装载12枚高超声速导弹 再加上相较之前批次不曾采用的 针对机防的静音技术 改良后的巴尔克五威慑力急剧增大 而且说不准未来安装在 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上的 4具吹发装置 就是弗吉尼亚的有效载荷模块 届时配合自身原本的MK57吹发系统 朱姆沃尔特将成为名副其实的武库舰 今后它和弗吉尼亚共同执行任务 一鸣一岸相互配合 极具威慑力 未来美军装备的三艘朱姆沃尔特级 估计会保持一艘巡航 一艘准备 一艘维护的状态 这意味着携带高超武器的朱姆沃尔特级 可以在某个具体海区保持半永久存在 给对手带来长期的压力 哦对了 美国海军因作战观念的转变 以及现有的阿利伯克级驱逐舰的老化 美国海军还因此推出了 新一代驱逐舰DDG方案 从公布的相关信息看 DDG比阿利伯克更大 但设计相比朱姆沃尔特级 保守许多 并将采用分阶段研发模式 初期建造采用成熟技术的基线版本 然后再逐步发展到 采用全新技术的未来版本 从公开的各项技术参数上来看 DDG属于万吨级的大型驱逐舰 吨位超过了满载排水量9500吨的提康德洛加级巡洋舰 达到了1.2到1.3万吨 据美国海军新闻网站报道 可能至少会有40艘 以此来取代现有的提康德洛加和阿利伯克 和满足系统升级和使用新武器的需求 在舰体设计上 目前美国及其盟友并无成熟的舰体平台可供选择 必须重新研制 其采用长手楼和飞碱型舰手 舰体外漂结合上层舰中内清 前甲板毛链区采用全封闭设计 并采用一段逆向折线 这样的设计也意味着 DDG将放弃全隐身设计 但隐身性能仍会比阿利伯克极高 其与目前欧洲国家的主流舰艇设计风格类似 既可满足雷达隐身要求 也能适应高海矿试航性需求 据称该舰体的升学 红外和水下电磁特征将减少至少50% 值得注意的是 机线版本的DDG 武器装备将与阿利伯克三型 基本保持一致 如96单元MK41吹发系统 MK45舰炮 以及拉姆进防导弹等 其中96单元的吹发系统 在未来版本中 前部的32单元吹发系统 很可能会被12单元 高超音速武器发射装置所替代 和珠姆沃尔特级一样 搭载CPS导弹使用 在雷达方面 将先搭载阿利伯克舰上的 SPY6有源相控阵雷达 和宙斯顿系统等 所以整体性能依然突出 除主雷达外 DDG还安装了SPQ-9BX波段雷达 和老式的SPS-62型照射雷达 前者可用于低空补盲 和进程反导作战 后者会以前一后二方式安装 之所以继续采用这种老式雷达 大概率是为了满足 反弹道导弹作战需求 毕竟SPS-62可以提供更大仰角 比固定正面天线 拥有更高方向灵活性 和制导精度 在动力系统上 DDG与柱姆沃尔特一样 采用整合式全电力推进系统 其安静性和经济性较好 同时技术较为成熟 既能够满足SPY-6 相控阵雷达 全功率状态的使用需求 也可以满足后续版本 加装高耗能激光武器的需要 据称 DDGX的航程 将比阿利伯克级 增加至少50% 自持力增加120% 同时燃油消耗减少25% 美国重新打造 争夺制海拳的传统海上力量 DDG未来不可或缺 好了 关于朱姆沃尔特 拆舰炮换导弹的做法 以及新一代驱逐舰DDG 大家有什么要补充的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我是火力军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